一年一度的猎语芋头季11月30号登场 今年除了主活动日之外 将挖玉体验拉长到11月30号 同时为了刺激消费来振兴猎语经济 不管是主活动日还是游城的挖玉活动 导入使用者付费 同时在猎语消费满一定额度还有毫里相赠 不让活动只有自嗨 对地方经济却没有实际效益 叶宇乡乡长和玉龙来到芋头天 挖出一颗颗饱满的芋头 也为即将展开的芋头季做宣传 今年为了让活动延续 并且刺激地方经济除了主活动日之外 将挖玉体验拉长到11月底 今年的芋头节跟往年不太一样 就是增加了几项的活动 因为芋头节的当天 主活动日每一年体验挖芋头 都是秒杀的状态 我们有变更了一些活动的方式 从变成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来办这个活动 最重要的就是想要让活动的品质 可以更提升 那在芋头节当天体验挖芋头部分 因为秒杀 所以我们今年把整个活动的时间 延长到11月底 在芋头节主日没有报名成功 体验挖芋头的游客或是乡亲 都可以来搭乘我们烈雨香的电瓶车 体验挖芋头 今年的挖芋活动需要200元的报名费 但是报名还是呈现秒杀 而为了振兴景气 今年赠送每名挖芋的民众200元的消费券 提供民众在列宇商家消费 而另外民众或游客 只要花350元搭乘列宇的电瓶车游程 也可以体验挖芋头 将芋头带回家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芋头节活动的办理 来振兴经济 然后刺激消费 我们在活动的设计上 有多了一个消费券的活动 就是买1000块可以好理事选一 然后买2000块可以送金门高良酒 为了就是想要让游客 或是更多的乡亲来消费 来旅游来消费 电瓶车的车票 就是我们移票350 然后里面有包含体验挖芋 然后芋头可以带回去 活动当日是报名费200块 然后报名费200块 我们到芋头田去挖芋头 芋头挖到的芋头一块 一个人可以挖一块 一块的芋可以拿到这儿 然后报名的这个200块的费用 我们会给消费券200块 让所有的报名参加的乡亲或是好朋友 可以在地去消费 最想要的就是希望我们在地所有的乡亲 还有商家都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然后也让大家在收入上 可以得到一些实际的收入 为了带动逐渐复苏的观光人潮 湘工所还推出拍照打卡送好礼活动 只要到列宇景点任选八处 和在地商家两家打卡拍照 就可以得到250元的消费券 如果在列宇凭消费券消费 满1000元再送四选一的好礼 满2000元再送芋头记纪念酒 或者是酒杯组